年轻人周末去哪儿 来这里抓宝 谢谢 抓宝了 抓宝了 废弃灯具的压克力装饰都还完好无缺 却被送到回收站 淘汰的工具含有复合式媒材 难度高也需要拆解 主要原因是因为同时遥运 无法拆解的话 适时的使用一些力气 把它拆解也是一种抒压的方式 颜色比较重的 是铁的 这个还要拆掉 手电筒 卡带 玩具 外形完好 却同样面临回收的命运 原本好像分完一篮的 可是后来又载了一车过来 原本已经快要结束的东西又堆上 这好像分不太完 无底洞的感觉 对 做就好了 今天发现拆这个吃可以消一些压力 生活用品随手可得 但许多人也随意久丢 买东西之前更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现在3C产品很多都钛换率很高 有新的出来 然后你就想换新的 但其实他们都还可以用很久 不要这么喜新厌旧 就是老东西又老东西的好 现在人物质太丰富了 带我们那些大学生去做环保 让他们知道说 你看这么多东西 如果你们少买一点 这里就不会多那么多东西 世界地球日就很希望我们大家 邀约大家一起 不要舍近求远 我们就到邻近的环保站 邀约社会大众一起来见证人多力量大 清空每一个环保站 您的生活里如果可以有环保的落实 那就更棒 高雄近私股队每到周六 就是环保日的约定 每次三车的回收物 一年下来累计近200吨回收量 每一双股动的双手 也是救地球的推手 大新闻 吴亦轩 肖红树高雄报道